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以西班牙語向在場的人士即席講話地說 我感謝你們的親切和熱情 你們到這裏來和我相會 人生是一段旅程 一段漫長的旅程 但是這段旅程不能夠獨自行走 要在天主面前與弟兄們一起行走 為此我為這一個天主面前 一起行走的舉動感謝你們 最後教宗說 我們是弟兄 要承認我們是弟兄 我們一起同行 願上主降伏你們 請為我祈禱 8月18日 教宗方濟閣結束在韓國的訪問 在下午的1點 乘坐韓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離開首爾 預計在當日的下午 到羅馬時間晚上6點 飛抵羅馬 強匹落機場 然後乘直升機 返回梵帝綱 結束第三次國際目凌訪問 教宗啟程前 在上午在首爾的明洞主教座堂 主持了一台微薩 為朝鮮半島的和平和修和祈禱 教宗在微薩講道中強調 朝鮮半島的人民是一個家庭成員 只有對話才能克服差異 他在其他宗教領袖和韓國總統 扑錦慧女士面前強調 修和、統一和和平的恩寵 與歸依的恩寵物不可分 基督十字架先知性的力量 能夠填平一切分裂的豪溝 治癒各種創喪 使兄弟友愛和和好如錯 政治事件將朝鮮民族分為南北兩部分 但兩地的人民就反映出 是同一塊土地的兒女 這一項人的經驗 幫助大家理解到分裂的悲劇 只有憑著促進公益的慷慨努力 才能夠戰勝困難 取得能夠使人類懷有喜樂 希望的積極成果 教宗要求基督信徒 其他宗教的信徒和所有善心人士 將社會的善途掛在心頭 此外 教宗也為韓國司徒投入愛德工作 為建設國家貢獻力量表示感激 他說 你們無條件地愛上主的典範 對司徒職務的忠證和奉獻 幫助有需求者的愛德工作 為這個國家的收穫和和平作出巨大貢獻 最後 教宗呼求上主使對話和交流 能夠幫助南北朝鮮兩地的人民和解 只分裂了半個多世紀的家庭破鏡重源 整個朝鮮半島局勢穩定 繁榮昌盛 教宗方濟國結束韓國訪問返回羅馬的途中 再次發電報給他乘坐飛機所經過國家的元首 這些國家依次序如下 韓國 中國 蒙古 俄羅斯 白俄羅斯 波蘭 斯洛佛克 奧地利 斯洛文尼亞 克羅地亞 和意大利 共11個國家 教宗特別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中國人民再度表達衷心的祝願 呼求天主降伏這塊土地 教宗也深切感謝韓國總統朴謹為 求天主賜與朝鮮半島和平與幸福 此外 教宗也向意大利總統納波利塔洛表達心情的祝福 祝這個國家祥和昌盛 更多亞青及教宗韓國之行的消息 請瀏覽我們的網頁 sortenlightstv.org slash chinese 再會 為了 永遠 こんにちは 為了